在阳光的影射下,全身的毛皮就成了最好的伪装 此时缓缓接近目标,前方并无遮拦 但是他却巧妙地瞒过了猎物的视线 所有的斑马都散散洋洋,他们依然留在原地觅食 对于此时的逼近,整个兽群真的是浑然不绝 可是突然,此时改变了方略 人类的车队为磁尸的伏击提供了便利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他突然更改攻击方向 似乎是要绕到伏击,从背后下手 不然,磁尸开始行动 等到斑马群缓缓经过,他直接从侧方查出 使得兽群措手不及 随着尘埃落定,荒万中,一头尚未成年的幼崽被当成捕破 并且,娴熟的猎杀技能,此时已经完成了锁后 接下来,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这头斑马奋力挣扎,他也远远超过了狮子的体型 可是在强大的捕狮者面前,没有救援,结局已经注定 他只能用牺牲来换取整个家族的安全 又准备了 随着我很属有 bel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